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去錯了多拉A盟的博物館 其實這裡是馬鞍山一個755呎的住宅單位 屋住兩夫婦都是多拉A盟的超級粉絲 十幾年來由香港買到日本 收藏品超過一千件 客廳除了有一個超大的玻璃櫃 防止迷你的收藏品之外 最考慮設計師的就是這個高90厘米的巨型多拉A盟 結果設計師設計了這個弧形的全新高櫃 給這隻巨型多拉A盟 而且放正在客廳的正中間 成為了全屋的主題 這個櫃的其他位置 都可以收納其他多拉A盟的公仔 另一個考慮設計師的難題 就是這些電話繩 結果他在飯廳的場上 做了一個薄身的飾物櫃 將它們展示出來 客廳除了家具的用色 都配搭多拉A盟之外 看真點 原來風扇燈是竹青亭來的 咦?這裡不是徐爾門? 這裡徐爾門的後面就是走廊和睡房 其實所有睡房的房門 都有多拉A盟家族成員的樣子 看看上面 除了多拉A盟 原來還有穿透環 整間屋另一個重點就是主人房 連床腳都有收納空間 用來擺多拉A盟 咦?這裡還有空間 這兩個多拉A盟箱裡 原來都放滿零食 全房最特別的設計就是 圓關位的電話亭 看真點 原來連衣櫃 都模仿大紅的衣櫃一樣 衣櫃旁邊都做了一個薄身的飾物櫃 用來放多拉A盟的收藏品 連主人房的洗手間 都運用了多拉A盟的主題顏色 屋裡的擺設和用品 當然都是跟多拉A盟有關 但是想不到連這件事都有關 原來就是把不同的多拉A盟道具圖案 印在燈製上面 結果在屋裡的不同角落 都有不同的道具出現 那